鞋还是那个鞋以前绝对不摆卖 现在给了专属都不敢热爱 只能说倒闭没人爱 毕竟再热爱也抵不过800买入 过两个月再跌200 直接600都无奈 还不如省下这800块 不买就不亏来的实在 虽然这鞋挺帅 但是回头一看 不要问问就是冲的年代 早已不复存在 大家好双子84 欢迎大家收看我这视频 就冲刚才那段相声 各位给个三连不过分吧 已经进入8月 所以今天给大家开箱8双鞋 有曾经的神AJ1虽然崩了 低帮黑脚趾 北卡蓝脚趾 今年到目前为止最走心的 Jordan联名AJ1 CMFT2代 还有刚才说800块买入的AJ1山羊 Solomon的冷门款 Acti Slate 两双去年的New Balance Teddy系列的 990V2和990V3 最后一双New Balance性价比质感好鞋 610T 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之前这两双鞋其实都在1400左右 假设大家是同样的价格 在当下2023的状态 你是会选择在19年被捧上神坛的AJ1 还是会选择更符合当下潮流审美的2000年复古跑系列之中的鞋款 比如说像990V3 我相信很多老铁的球鞋启蒙就是曾经的神AJ1 到了2023年真的彻底崩了 已经从曾经的王变成了性价比之王 之前AJ4雷公还是绝对不给耐克发货的机会 但是你至少还去预约 点了那么一下 到了现在的北卡蓝脚趾 他也整了预约 他还整了专属 现在连打开APP的机会都没有 各位老铁说说你上一次打开Snaker是什么时候 我要不是休息了一个多夜 突然发现我还是个球鞋博主 我还得给大家拍视频 这个时候我才点开了我的Snaker 看一看这两双鞋好像要发售了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以至于我在看这双鞋的时候 我才知道8天之前耐克给了我这双鞋的专属 但我完全不知道 今年是不是打开阿迪的COMFOR APP的频率 都要比耐克的Snakers要高了 还专专惯例 满分十分你会给到这双北卡脚趾多少分 打在公屏上面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值怎么样也不能算拉 你要说前两年有一些鞋款的配色 要么不太好看 要么太花哨 比如说像这个黑黄脚趾 有很多老铁说这个黄色太艳了 这次整了北卡蓝了 这颜色总算好看的 规格用料都算合格 整体品质也在众多AJ1里面中等边上 但是依然抵不过他要倒闭的命运 将原先的黑红鞋盒 改成了这次的大雪兰主题 附赠北卡蓝的鞋带 方面材质为牛皮革 整双鞋的皮质用料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全部都是真皮 而且品质各方面都还不错 尤其是北卡蓝的地方 整体的调色 还有摸上去的质感 都会比黑白色皮革会来得更加的润一点 北卡蓝的部分采用了荔枝皮的压印 而黑白两色的地方纹路方面就没有那么深了 整体的皮料厚度各方面 跟去年的黑黄脚趾同一水平 尼龙织物的鞋舌 还有新版的黑色硅胶或者乳胶的鞋垫 哪哪都没毛病 跟黑黄脚趾相比 穿搭属性也会相对容易一点 鞋肯定是好鞋 至于说多少钱买入 各位就自己看得办 因为毕竟现在真的不知道AJ1的底是多少钱 AJ1第一帮黑脚趾 按照惯例满分十分 你会给它多少分请打在公屏上面 这双鞋耐克又出来作妖了 鞋盒没啥要说的常规版本 鞋身材料也采用的是牛皮革 也没有用到假皮 但是这个皮质的选择 耐克肯定是不能给你好过的 一定要恶心你一下 反正就是不能做到原汁原味 要不然下一次复刻 怎么跟你说 这次要比上一次更加的接近OG 每一次都说最接近OG的版本 很明显可以看到鞋头黑色皮料的地方 非常润 油亮的光泽度 很强的油润感 很有质感 但是到后跟这 非要给你作妖 整一个哑光的红色皮革 其实这个Nike素也是一个哑光的材料 但是由于都是黑色 所以对比度不够明显 但是在红色处 这个地方就非常明显了 你说你简简单单的 要不然就都做铜色 你后面也用一点油润的感觉 或者你前面不要整的那么润 前面这块皮料明显 看上去摸上去 都会感觉比后面好一点 这为什么呢 是不是你原先做的高帮版本的AJ1黑脚纸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就是常规的材料 由于我拦得着我的黑脚纸了 我就拿这双优良来做个替代 那人这同样前后都是常规的皮革 也没有特别过分的油润 也没有特别过分的哑光 它就主打一个自然和谐 是不是这就很正常 你这非要整的不一样一点 你就干嘛呢 原配的是红色鞋带 当然我建议你换成黑色的 同样换过了鞋垫 做工的话呢 还是有一些溢胶 尤其是在后跟处 既然刚才提到了这双AJ1山羊 索性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800买入本来以为这个价格已经差不多了 不会说再能跌多少 但是最近这双鞋在奥来999再打55折 然后再可以折上折 所以你想想这个价格能到多少 所以我在开头说的 这双鞋现在就是550块钱 800块买的AJ1还能再亏250 只能说现在是喜欢AJ1朋友的好时代 虽然它价格低 但是它品质好 贴合主题的灰白鞋盒 出赠白色鞋带 方面材质采用的是羊皮革加牛皮革 也是贴合它这个GOT山羊的主题 所以它真的用到了羊皮革 羊皮革这个东西在Jordan的鞋款上面 使用频率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虽然说羊皮和牛皮的成本价格我不太清楚 但是估摸着羊皮的成本应该不会低 所以能用到这样子的材质用料 也可以看得出来Jordan在这双鞋上是走了心的 用到羊皮的地方应该就是灰色地方的皮料 大面积的白色就是常规的牛皮革 并且材质的切面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厚实 还是二贯链 满分十分你会给到这双鞋 颜值多少分你打在公屏上面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一种配色方案 其实是不如像黑脚趾 这样子前面黑色的鞋边 白色鞋头在后面一个点缀 或者像北卡脚趾这样子的一个配色方案 这种配色方案的AJ1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看的 给个6分或者6.5分 我觉得也还行 然后在材料方面 这双鞋肯定是有7.5或者8分的状态 羊皮处的质感也都很不错 相对来说会比白色的牛皮革地方更加的柔软一点 当然也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很容易出折 并且在斜舌处还做了一点小心思 将原先的织脉换成了一块皮料 在皮质上面会有一个压印的山羊logo 也是代表了Jordan 并且在皮质上面还做了Nike Air的刺绣 另外升级了内衬材料 换成了带有绒布质感的类似脊皮的织物材质 高级感皮质的整体状态 同样贴布的新鞋垫 虽然我偏爱皮料 但是皮料一直都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元素 虽然它比较百搭 但是整体配色方案并没有那么出色 所以价格肯定会便宜 原先大家可能会觉得AJ1 没有那么好看的配色 原价或者1500 然后到2022年大概也就1100或者1000 到了2023年 这个价位已经调到了6700了 这双鞋我其实是晚了一年我才买的 属于那种早买晚买迟早会买的鞋 这种类型的AJ1在我这里 还有黑黄脚趾和这双爱马仕成 都是过了一段时间等破发才买的鞋 但是万万没想到800块买的goat山羊 它依然能够割到我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给大家太多的购买建议 只能说各位富贵显中求 自求多福 鞋是好鞋 价格真不知道 不要问 问就是性价比 这就是这双CMFT 还是按照惯例满分十分 你会给到这双鞋颜值多少分 请打在公屏上面 首先这是一双联名 联名的主人是一位女的说唱歌手 Tiana Taylor 这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Jordan最走心的一次联名 没有之一 上面的小细节小设计非常的多 首先鞋盒给到了最高规格 上面是这次的主题 戴刺玫瑰 让Nike素食全部换成了玫瑰的跟镜 戴刺的感觉 满板压印的玫瑰图案 侧面是一些烫金的字母 TY代表的是女歌手的名字简称 鞋纸延续鞋盒上面的玫瑰图案 最重要的就是中底 采用了新的formula23的泡棉 就是从传统相对比较硬的AJ1中底 变成了新换的formula23的泡棉材料 并且在后掌镂空处可以看到中间还有一块zoomer器垫 为了加强质感 还把鞋垫也做了升级 这是CMFT二代的鞋垫 绒布质感 加上后面的烫金logo 增加了更多的实在的透气孔 这个透气孔很大 另外在厚度方面 会比一般的AJ1鞋垫还要再厚一点 脚感方面 CMFT的鞋子肯定是要比一般的AJ1高帮要舒服 并且还有清凉化的效果 原先在CMFT的一代上面 其实是没有用到这个film料23的泡棉 但是好像后掌还是有zoomer器垫的 这双鞋发售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所谓当年Vergio的一些遗留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比较流行这个不封边的海绵 在二代上面终于把这个海绵全部封起来了 但是由于这双鞋之前的宣发各种我也没太多看 这也是别的老铁寄给我的 到手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哎呦 这个皮料真的还不错 但是下一秒看到了这个后跟 居然又是脚皮 我一看到这个脚皮 结果是真的就大可不必好不好 这个鞋子咱这个脚皮能不能用完了 这个脚皮虽然地方不大 而且是在翅膀翻过来的地方 但是它恶心啊 鞋身材料采用的是羊皮革加牛扑腾革 材质摸上去红色和棕色地方的皮料都是很富有弹性 并且厚度各方面也都不错的材质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黑色和白色地方的材质估计可能这个就是羊皮革跟之前的山羊有一个通病就是非常容易皱 但是由于山羊本身用到的这个羊皮革它的皮质厚度是比较够的 所以就是它虽然也会很皱但是并不会皱得那么快 而在这双鞋上面采用的羊皮革就非常的薄 这并不是说厚就一定好或者薄就一定不好 只是说要取一个相对好的平衡点既能体现出材质的细腻质感 但是又要兼顾一定的耐久性和美观度 你像这双是一个全新的状态 鞋头就已经皱成这鬼样子了 并且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 另一只脚也是相同的状态 这还没穿呢已经非常多的褶皱 稍微穿一下这前面应该会皱得一塌糊涂 并且在中部白色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点像纸的感觉 因为它太薄了 我刚才讲的这个美观度不够 感觉就皱皱巴巴的 这个大的Nike素质上面也是同样的这种材料 而由于红色跟棕色地方的皮革明显厚度要更厚一点 整体的扩型就会保持的会比白色地方的皮革要更好一点 鞋头从原先的打孔变成了有点像激光镭射的X型 当然这双鞋的材质选择其实真的很不错 鞋舌也都做成了皮料的 应该也就是羊皮革的材质 一摸都是非常软的状态 鞋上面还有很多联名的小细节彰显身份 首先是一个特别大的金属鞋带扣 这个已经不是鞋带扣了 几乎可以罩住整个鞋带 而且它是一个实心的材料 底下是女歌手名字的简称 就是TT 非常精致 鞋身的Nike素质 左右脚还不一样 左脚是类似Off-White一样 将整个Nike的logo下放 然后扩大的效果 并且在旁边做了外露缝线 底下还是可以翻上来的 这里写了The Last Rose最后的玫瑰 而在另外一只脚上用的是跟鞋盒一样 Nike素质刺绣非常饱满 工艺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在两种鞋料上面 再加上刺绣的地方再做一层刺绣 这个工艺各方面肯定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看得出来还是想做还是能做好的 只是他愿不愿意 最上面的鞋带孔也用了金属的配件 本身黄色的鞋带加上两个附赠鞋带 附赠鞋带上还有金属鞋带头 小细节的鞋舌贴布 这里还是一个半透明的水晶底 接着是Solomon的XT Slate 这双鞋挺小众的 我也是看到网上的图片 我觉得这个颜值还挺不错的 另外有一点XT6的味道 但是又不是XT6 你如果想说XT6你不想再整了 想整点不一样的 我就看到了这双 所以也就买回来看一看 这双鞋叫Slate 鞋如其名 整双鞋子上面的织物都做了立体的扩形 而这里也就代表了Slate延时版 相对于平时的XT6比较流线的外观上面 做了一定的立体度的效果 立体切割的感觉 也延伸到了整体鞋面的热压材质 有一点点磨砂质感 保持了整体非常流畅的鞋身造型 快速基带系统 鞋舌的织带上可以看到XT Slate字样 在中底处其实跟XT6也很相似 一个从前掌贯穿至后掌的半透明tpo 原先XT6的整体脚感其实是相对偏硬的 并不是那种非常走舒适路线 走软弹路线的鞋款 整体的鞋楦也是相对比较偏窄 尤其是在鞋面方面压得比较死 而这双Slate在这方面稍微有点改变 改的最多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就是整体脚背这一块 没有收的那么的低 高脚背的朋友这里就没有那么压迫了 米白色的鞋身 它是这种墨绿色的内衬 瞄边也都是墨绿索 最好看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是半透明的后跟 也比较有高级感 摸了一下它整体的泡棉 会比X6稍微转一丢丢 但是大家不要想太多 同样登山鞋的外底 拿来拍拍照 简简单单亲户外的鞋款来说 还是OK的 接着是这双Teddy系列的 New Balance 990 V3 月光配色 还是按照观念 10%你会给到这双鞋 颜值多少分勤 打在公屏上面 我也是在刷涂的时候 看到了这双鞋 我觉得颜值不错 所以自己也就买了一双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质感用料各方面也比较是我的菜 这是由ALD的主理人 做的Made系列的鞋款 这是当时出的各种配色 Teddy这个系列给的这张卡片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上面有各种99X系列 对于我这种没有那么了解 New Balance鞋款的人来说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也分不清 因为它的排序不像Jordan这边 AJ1234567 它不是这么命名 就像这个990 V1是1982年的 这个990 V2按照正常 应该是1983年 对不对 结果它是个1998年的鞋 然后底下这个991呢 又变成了2001年 对于我这种没有那么了解的人来说 真的是太混乱 而且原先New Balance鞋子呢 长得也都差不多 所以真的更加分不出来 结合的配色是米黄色 加上New Balance的复古红的logo 整体非常有LD本身的味道 全身米白的颜色 加上一点点的灰色基调的深蓝色 鞋身采用的是猪皮革 牛皮革加上织物 大面积的长毛脊皮 中间是类似绒布质感的材质 塑料的N字logo 前面蓝色的地方是短毛脊皮 再加上非常密有一定金属光泽的织物材料 长毛脊皮短毛脊皮加上高质感的织物 让整体鞋身的层次非常分明 而在内衬也选择了比较有光泽的织物 另外还有一些银色的反光线条 让整体的质感更加出众一些 而990 V3我觉得就是对于2002在材质 或者说产品定位方面的一次升级 因为这双鞋子的发售价格 如果没记错在国内好像是2099 2199 还是1899 反正挺贵的 而990 V3的线条 我觉得相对于V4来说 它会稍微复杂一点 V4会更偏简洁 而它就有点像New Balance的名字 就是真的很平衡 既有一点复古感 又有一点现代的科技感 然后又有那么一点点老跌鞋 但是又没有那么厚底的一个跌味 在运动 时尚 通勤 这几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就是这双990 V3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再加上Teddy本人非常强的调色功力 讲白了就是要质感 又质感 要配色 又配色 要穿搭 又穿搭 不同密度的科技中底 用于稳定的TPO 再加上好看又能提升定位的碳板 外底的调色也非常走心 定价是真的高 但是这个做工各方面还真的不错 同样的脊皮 但是真的没有太多的一跤 接着这双990 V2也是Teddy系列的鞋款 我会买这双纯是因为个人对于这个配色方案的喜好 大家都知道像之前的form84 我就喜欢这种白色 加一点灰色 加一点奶油黄 这个颜色方案就纯纯的把我自己给拿捏了 一般的990 V2都是大面积的脊皮加上织物 然后这双上面改成了大面积的皮革 比较不一样一点 所以我就把这双鞋买了 同样到手楼之后感觉这个质感真的很不错 大面积的优秀皮革 短毛脊皮的恩子logo 后跟反光材料加上刺绣 米黄色的帆布鞋舌和中底的米黄色 有那么一点小呼应的效果 当时应该是花了1000出头把它拿下了 最后也是一双相对小众一点的New Balance鞋款 整双鞋子的定位其实是要比200R和1900R稍微低一点 因为这双鞋的发售价应该是在八九百左右 目前就是500多块钱 500多我觉得这个颜值这个亲户外的一个状态 就是从这种2000年的通勤复古跑 慢慢的加入更多的户外元素 就有一点点户外鞋越野鞋 但是又不要那么过分 因为绝大多数老铁 反正买鞋嘛 就是为了穿搭拍个照 并不是真的要去登山 所以这种鞋子就比较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其实它的原版610T上面有很多都是大网眼的织物 会更偏运动风多一点 而这双上面就让原版的网布材料 全部换成了更加密一点的织物 并且上面还有一些棱格状的线条 而在侧面的很多地方 就从原先的可能是那种人造格 换成了更有质感的长毛脊皮 登山户外鞋比较标志性的元素 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圆形鞋带 加上比较靠前的鞋带口 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三角 你可以看到一个610T的logo 也是更多表现出户外山峰元素 鞋垫里面也会有一些类似等高线的感觉 登山鞋的外底 几种不同密度的泡棉 线条方面也会比较的立体 也可以说一下今天看的这8双鞋 各位最喜欢哪一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多多点赞 关注收藏 投币 转发我们投资走一波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报道店 上面很多关注区鞋洗户 区鞋生的和区鞋 人工代理购买 现在我什么时候直播不太确定 但是如果有直播 我会在各大平台通知 好吧 感谢各位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 OK 那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